一开始要来关心的就是本土案例了 在今天一口气增加了29人 而外传的总统府内部呢 有员工遭到的指挥中心匡列 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说 这一位呢是明天才要公布的确诊者的接触者 并不是确诊的个案 目前呢还在疫调当中 而至于临近总统府的台北228纪念馆的修管一周的情况 副指挥官陈宗燕表示 目前还不晓得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 好来看到目前呢 有关于总统府传出了有员工疑似呢 被中央疫情流行指挥中心列为是匡列的对象 那么来看到目前呢 这个台北市政府呢 针对于在地下街有四位的街友 目前是传出来有状况 那么现在正在说明来看最新的情形 台北市公有场馆 还有十大类的场所 包括所谓的霸道行业 五厅 五厂 酒家 酒吧 特种咖啡茶室 四厅歌唱 夜店 三文软 当然也包括之前发布的172家的饮酒店 饮酒店饮茶店 也同步延期啦 那大家会问说什么时候才会副业 我想这个看整个疫情的发展滚动式 现在疫情还在蔓延 所以我们要先再把防疫的升级再往上升级 那早上再讲过移工的问题 我们已经折成劳动局 在移工有关的一些团体 特别是他们常常去的一些宗教地点 包括清真寺 天主教 印办 印尼的駐台办公室 还有越南的駐台办公室 加强宣导 我们又会发布四国语言的宣传 文宣 鼓励那些非法移工 特别是没有身份的外籍人士 来接受快筛 如果他有症状的话 那关于万华皆有的问题 我们社工每一桌都固定会有一天去夜房 除了提供防疫物资、口罩、酒精 那我们会自己会看着 有症状都会带他去该区的地方 包括社福中心去求助 那最重要明天是国中会考 那目前大概所有的考试场地 我们会在考前 该消毒会再消一遍 重点地区我们会再特别处理 那明天那个考试就按照之前 交易局公布的一些防疫办法 彻底遵守OK 那还是要呼吁民众 不用太恐慌 戴口罩、紧急守、保持社交距离 过去我们用这个方式还是可以相当有效的 控制疫情 有一年多 最近应当是说因为比较松懈才造成这个破口 所以要大家恢复那个警觉心你知道 我认为我们这个疫情还是可以控制 好就这样 好谢谢柯文哲市长 那接下来呢 针对万华地区的部分 我们有请黄山 这是我们看到台北市政府紧急所开的记者会 针对于那么狮子王带着妻女呢 曾经到北车地下街去逛街 在歪曲的部分 那么今天呢 台北市政府也做了说明 另外在明天是国中会考 国中会考依旧是照常举行 但是呢还是会彻底遵守防疫的办法 好这是我们看到在台北市政府目前因应作为的部分 不过回过头来要来看到就是今天下午 那么指挥中心所开的记者会中 大家非常惊讶的是一口气 在今天增加了29例的本土个案 来听听刚刚陈时中最新的说法 二八级电馆修馆详细的原因我们还不清楚啦 不过去并没有没有被通知到有那个 这个有确诊者或是有确诊的接触者并没有 所以我们还在了解到底为什么他去做这个修馆一周的状况 不过那个二二八级电馆是台北市的二二八级电馆 因为光在台北市里面有台北市二二八级电馆 跟国家二二八级电馆 那个是台北市二二八级电馆 好有关于总统府呢 有员工疑似呢被中央疫情流行指挥中心呢 列为是匡列的对象 总统府在刚刚也发布了新闻稿表示 这名员工的两名家人是曾经在5月6号更案1203 也就是前狮子会会长参序 而总统府员工又在5月9号接触过了两名的家人 所以呢总统府将在稍后的4点半将会召开记者会说明 等一下我们会有来自总统府最新的说法 好不过来看到今天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宣布了新增的本土确诊案例总共有29例 其中有7例呢跟先前的确诊是没有关联性的 好累计下来到5月11号14号为止 短短才4天的时间 社区的感染呢已经造成的本土案例有64例了 好我们刚讲到说7例是跟先前确诊的没有关联性 这7例怎么样传染的呢 现在大家都要继续来追查疫调的情况 好今天所新增的29例当中全部都是本国籍 其中有16个是女性 13例是男性 他们的年纪是借在10多岁到70多岁 有4个人是没有症状的 其他25个人的发病日呢 是在5月2号到5月12号之间 好包含了有3个是重症 2个呢目前已经是插管的 好我们就看到在宜兰游乐场游艺场的部分呢 9人群聚的部分是加1 好现在呢已经采集了166阳线的有7位 另外万华的茶艺馆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比较严重的 目前呢是有23人群聚 今天是加了16了 好这个状况呢还会持续在继续的疫调当中 好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讲到 前师子会会长案1203的部分 跟他群聚的部分呢 今天又加了5 好这个情况呢还要持续的追查 包含他们的家人的部分 好陈世聪说目前呢 没有准备要升级到3级的警戒 虽然今天是增加了29例的本土案例 但是呢因为有一些关联性 还没有查清楚 他说现在有几把火很旺 烧很旺的就是指了这三大火 烧得非常旺 但是他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万华里面呢 有很多多重的很多地方的点出了问题 好这可能是呢 他说是可预期的情况 但当然不希望说这么的严重 好但是呢看起来状况真的是不太乐观 因为在今天本土案例创下了新高 连城市中刚刚都说 因为爆出了群聚感染 火烧得很旺 就是这三例包含了万华的茶室 还有卢州的部分 狮子会的部分 他们的发病日期呢都很靠近 但是呢这三大族群呢 他们的感染是怎么样传染的呢 好我们就来看到案1217 其实这个基隆的妇女是在5月2号发病的 他呢曾经在万华摆摊卖茶 而且呢曾经参与的经商团到了中南部 好这个部分大家都很担心 因为包含的中南部的民众 都很关心他的行径 好他路径 好另外还有就是案1203 也就是前世子会会长 他是在5月7号发病的 案1202呢是在宜兰的游艺场的员工 他是5月9号发病 所以最早发病的是谁呢 是基隆的妇人 他是在5月2号发病 好路径师子会长呢 跟万华茶室女呢 是有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他自己呢传染给了妻子 跟18名的友人 一个人传了25人 大家认为说他是超级传播者 好但是呢1217 也就是呢这位基隆的摆摊的妇人 因为他是定期会出现在万华区域 所以被列为是群聚感染 他也是这三大群聚当中 最早发病的人 比这个会长还要比这个游艺场的群聚呢 更早发病 早了7天左右 专家认为说这一波的病毒的流动呢 应该就是从万华的茶室 分别传到了狮子团还有游艺场 而这万华的病毒来源呢 现在有待调查 但是我们想讲说 这个首先被诊断出来的是指标线的个案 但每一个个案的发病期并不一样的 好看到呢整个案件 那么包含了在今天新增的29例 值得注意的是呢其中有案1289 他是住在南部 但那是1203师子会前会长群聚相关确诊者1229的女儿 他曾经呢跟爸爸在确诊之前呢 有接触一天多的时间 但他没有被匡列是因为 案1229呢 他谎称说 儿女都在国外 女儿呢是后来看到了新闻 主动到医院裁检才确诊的 1289 他基本上是住在高雄 那他有回到这个 他的这个台北 新北市这边 来跟他的家人 那大概有相聚个一天 那就在他刚才讲就是说 他父亲是染疫的 后来就知道染疫 就在他这个可传染期里面 是有一天多的一个接触 那在第一波的疫調里面 没有调查到 那最主要是他父亲 声称他的小孩都在国外 所以就没有调查到 那只是他的女儿 从这个相关通讯息里面 得知他父亲被确诊的消息的时候 那就自己到医院里面去裁检 那被确认是阳性 今天本土的确诊个案又创下了新高 新增有29例 大家听起来都心惊惊 怎么会这么的多 而其中有包含了一名是 新北市板桥的某一个国中的 应届毕业生 其实呢在昨天 尤老师呢就在班级的群组 通知了毕业班的学生 要求大家不要出门静后通知 好 今天的疫情指挥中心 证实了这个消息 而这个学生他参加的是晚自习 还是混班上课的 所以目前的同班的学生 进行的居家隔离 而学校也进行的大消毒 还有相关疫调的工作 新北的这有这样子一个应届的 那他们是有确诊 然后他们学校是有停课 那应届的同班的就隔离 所以大家去会考也不用担忧 现在所有的资料 那当然确诊的人都会到医院去了 那相关的班级里面都会停课 那予以隔离 那在尤其在隔离这一次 有规定他隔离这一次就不去考了 所以只要是被列入隔离的 就不参加的考试 那他安排会两个礼拜 之后 那才做 補考 那这補考动作也不会影响到 所有的一个招生的名额的影响 那都是外加 该校目前是只有一名确诊 不过因为他们是有混班上课 所以停了两个班级 那另外说这个个案没有在前一百名 不知道会不会比较不好意思 不过他的确是没有 所以并没有有居隔者在前一百 应该是有居隔者在前一百名里面 所以可能大家有误会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在今天公布了 29名本土的病例 而其中的案1289是居住在高雄 但是并没有公布详细的足迹 到过高雄的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今天下午两点钟在官网还有IG脸书 都紧急发布了闭馆的公告了 看到这份的公告 现在是紧急的闭馆 说为了配合政府加强防疫的政策 即日起到5月17号上午的11点钟 那么将要进行闭馆 并且要进行全面的消毒作业 闭馆期间的厂馆 还有住馆店家都暂停的对外开放 不过其他的细节目前都还没有说明 而足迹的部分呢疫调的部分 目前也都还没有进一步 比较明确的这个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